Hello 大家好 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想做一个爱马仕Burking 25的一个小小的Q&A 搜集一些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提出一些我个人的见解 首先第一个问题呢 是Burking要选什么样的尺寸和颜色 尤其是你第一个Burking的情况下 我个人是觉得其实你不太有的选择 很多人有一个误解 就是觉得我一定要花很多的钱 这样我就能够拿到我很想要的颜色和尺寸和皮质 其实拿钱和拿到你最想要的包 是一个必要非充分的条件 也就是说你想拿到你的包的前提 一定是你配够了一定比例的东西 但是呢你配到了这么一定的比例 并不一定就能够拿到你要的包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每一个店 它的shipment和来的货是不确定的 你得是刚好你配够比例的时候 同时店里又来了你想要的这个东西 那如果你的profile 你的账户和消费累计 能够战胜同时期其他店里的客人 想要拿这个包的他们的消费累计 那你是非常有可能拿到这个包的 很多时候呢 大家就会选取一个折中的方式 就是你给自己定的目标比较宽泛 只要不是特别不能接受的颜色和尺寸和皮质 那通常来说你如果不想再花更多的钱去配下去呢 大家就会去拿这个包 所以我这个25的黑银呢 也是我自己碰运气碰来的 只是这个时候刚好店里到了这个 虽然它不是我最理想的颜色和尺寸 但是我还是拿下了它 因为其实说实在的也没什么其他更好的选择了 我在上一个视频也说过 我的理想尺寸是30 可是当我真拿到手了呢 我才知道为什么25这么多人须知若鹜 因为它的尺寸真的是刚刚好 就是你特别的休闲 特别的日常 你平时逛街杯也一点不显得隆重 或者是overdress的那种感觉 它现在在我看来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把手 把手这个洞太小了 像我一方面胳膊比较粗 另一方面我出门的时候会习惯戴手表 我平时在家不戴 但是今天为了演示特地把手表戴上了 就是你戴手表的时候 它会特别容易卡 我就会担心时间久了 它会不会把这个把手给弄坏 因为我这个手表都是金属的嘛 我的SELF也跟我说 爱马仕这个把手 你更换一个维修一个是要1000美元的 所以确实是一个挺大的代价 有很多人会把这两边都绑上这个推理 做一个保护 我个人并不是很喜欢这样 一方面是我觉得这两边都绑上会有点难看 一边绑就还可以 同时呢你绑上推理以后 你这个洞就更小了 那样的话你拿取就会更不方便了 第二个问题是Burking25 在美国以什么样的配货笔能拿到 这个确实也是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答案 因为我在网上看到的每个人拿包的比例 它的差距区间范围还挺大的 有的以零点几就拿到了 有的要配到一比二或者二点几 但是以我来看呢 它这个配货比是成一个正态分布的 也就是大多数人是集中在中间这一段 就是一点五上下 就是比如说少一点一比一点三 多一点一比一点八 这个大概这个范围 我是觉得我并不抱希望我能够运气爆棚 碰到一比零点几的那种神仙配货 我也不觉得我会想要砸钱 配到一比二点几一比三点几 就为了拿一个包 所以只要是我在这个中间的普遍的范围 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 我前面也说了 你想拿包得是你在同时期 能够你的这个profile和消费累计 能够打败同时期店里其他客人的消费累计 因为据我所知 Sales它也不是说想给你包就能给你的 比如说我们这边的店里 它的到货量其实非常少 一年总共也就到几个Burking包 那每到一只呢 店里所有的Sales肯定都是想替自己的客户争取的 因为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些关系好的客户 想把这个包作为奖励 奖励平时跟他经常买东西的客户 所以每到一个包呢 肯定是不同的Sales都向这个经理提供申请 我那天去店里拿包的时候 我是看到这个盒子在外面的速封袋之外 还贴了一张申请表 Sales也给我看了一眼 上面是他帮我填的我的名字 profile和一个申请单 所以我想象的就是说 可能当时这个包到了以后 店里所有的Sales都给自己的一个好客户 填了个申请单 递给经理 然后经理来相互比较这个profile 比如说有些人可能等很久了 或者有些人确实配的东西 买的东西很多了 他会综合考虑 最后这个经理决定 倒的这只包给谁 因此我觉得你如果拿不到包呢 一方面你可以想一想 是不是你的Sales不给力 或者是不重视你 但是另一方面呢 你可能也要体谅一下 有的时候确实不是他不帮你 而是你可能没有办法 就是跟其他的人竞争 此外大家也经常问 在美国皮具算不算配货 这个问题我确实不是特别清楚 因为我在买这个包之前 没有从我这个Sales这里买过什么皮具 唯一的另一个皮具呢 就是mini Evelyn 是我那天拿这个包的时候 他同时给我的 那个mini Evelyn呢 其实是几个月前 我找他订的了 只是刚好他们同一时间到了 就一起给我了 我个人的感觉是 这个包可能不算皮具 甚至他们店里可能都倾向于 不会同时给你两个包 哪怕是一个quota包 一个非quota包 因为我那天结账的时候 是这个包和我的mini Evelyn 放在一起结账的 你如果看我的开箱视频 就会知道 我那天去店里就拿了这两个东西 那在结账的时候呢 我的Sales把他的经理正好也在边上 当时那个经理嘴里没说什么 只是看着这两个包 但是我的Sales就很有眼力见的 去跟他解释说 这个mini Evelyn是很久之前订的了 现在他刚刚到 我当时没有多想 后来回过神来想一想 应该是他们经理或者店里 不倾向于同时给客人两个皮具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你连同时买两个皮具都不行 更别说把皮具作为配货了 通过我跟Sales聊天 爱马仕家连配货都卷得不行 稍微好看一点 热门一点的配货 其实都很难买 要向别的店去申请调货 然后别的店也有可能 不愿意把这个货 调到你的店里来卖 所以爱马仕真的是越来越卷了 从包卷到配货 第三个常见问题 是有哪些特别值的配货 我是觉得值不值这个问题 真的是因人而异 每个人使用东西的偏好和种类都不一样 比如说有些东西对一部分人很实用 用的很多 但是对于另部分人却并不实用 那网上有很多的帖子和视频 分享一些常见的配货 比如说适合送人的 适合自用的 适合入门的 或者适合转手出卖回血的 那些帖子有很多 我就不再赘述常见的那些 大家推荐的配货了 这里我推荐三样 我这一轮配下来 自己最喜欢最满意 觉得最实用的配货 供大家参考 第一个是这个70%羊绒 加30%丝的 这个薄的围巾 这种类型的围巾呢 它有很多的图案 当然它不是最火的 那个100%桑残丝的丝巾 那个丝巾是很多人入门喜欢买 无论是用来装表 收藏还是送人 都非常合适的 价位也相对来说低一些 这个70%羊绒和30% 桑残丝的呢 并不是那么的热门 但是我是非常非常喜欢 这条围巾 一方面是它非常的大 所以你不止可以当围巾 还可以当桌布 就是装饰性的桌布 或者是你坐飞机的时候 当做一个毯子 你在沙发上看电视 也可以用它盖上 或者是妈妈在外面 喂奶的时候 可以把它遮起来 做成一个喂奶巾 都很方便 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 单纯的当围巾来看呢 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首先它这个厚薄度 它这个是薄薄的一层 你夏天在空调房里 穿短袖 把它搭在肩上 可以防止着凉 冬天呢 你可以把它对折 成这种三角形的形状 然后这样随便的一围 在大衣或者外套里 或者是羽绒服外面 都是很好看 很有装饰性的 我选的这条呢 是我的SELS推荐给我的图案 我当时在买的时候 并没有那么的喜欢这个图案 因为我并不是很喜欢 这种特别素的 这种花色 可是回来用了以后 却越用越香 因为它真的非常的百搭 而且它这是一个很可爱的 长颈度的一个图案 上面有一些树 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折角 对折的时候 你上身效果 其实花色是 有千变万化的种类的 所以我觉得这条 真的是非常的多用途 非常的实用 是我目前买的东西当中 我觉得最值的一条 第二个推荐的呢 是这个CDC的双层 洗手环 爱马仕家 大家关注最多的是 那个popage的手镯 但是那个手镯呢 我之前也买过一个 可是我是觉得 对于我来说 并不是特别的合适 一是它特别的硬 有一个小小的棱角H在那 然后我儿子比较小 我抱它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个到它 还有呢 就是冬天的时候 这种金属带在外面 真的是 像我们这边 零下十几度 冬天在外面 那你这个金属的 就变得特别冷 带在手上 不太舒服 而像这种皮质的呢 就非常的合适 它带在手上 非常非常的舒服 这种双层皮的 很多人买的是 那种Kelly Code 有一个向外的 你也可以选择那个 我自己是更喜欢 这个CBC Code 就是有一个双层的小锁 当你把这个爱马仕家的皮质 贴身戴在身上的时候 你才能更加感受到 爱马仕皮质的美好 那第三个推荐的配货 就是这双Sneaker 它官方的名称 叫Bouncing Sneaker 我不知道在中国叫什么 这个也是小红书上 一个比较网红的款式 很多人入门 会先买他们家的乐夫鞋 或者是穆勒鞋 我自己都试了 我觉得并不是特别适合 我的风格 我反而是一眼看中了 这双鞋 我们这边店里是没有的 我就让我的Sales 帮我去调货了 调货来以后 我拿到以后 我非常喜欢穿 它非常非常的舒服 而且它的价格 一点都不比 其他的一些 一线品牌的鞋子贵 甚至比香奈尔和迪奥的 运动鞋都要便宜 而且它很舒适 它每一年都会出 一些不同的配色 我这双的配色是这种 裸色加灰色加黄色 加点粉色 就比较特别 是2021年的季节色 那今年他们也 这种鞋型 也出了很多其他的配色 也很好看 所以如果大家想买的话 可以去关注一下 除了这三个以外呢 我其实也买推荐 爱马仕家的衣服的 虽然很多人觉得 买爱马仕的衣服 就是冲着买包去的 可是我去年底 去店里看了一下 就是2022年春夏一些新款 我觉得真的挺让我惊讶的 以前吴在我的印象里 爱马仕的衣服 就是非常的老气 非常的就是朴素 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看的设计 但是今年我觉得 很多颜色和设计 以及一些小细节 真的很好看 价格的话 你如果觉得一些 大件的羽绒服大衣 要万把块钱美元 太贵了的话 你可以从一些小的 开衫啊 连衣裙啊 T恤啊 衬衫啊入手 这些产品的价格 都还是可以接受的 第四个比较常见的问题 是怎么样辨别 和找到天使Sales 关于这个问题 首先要明确 在你的定义和脑海里 什么样的Sales 叫天使Sales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如果能以一个低的配货比 给你拿出包来 那就是天使Sales 我个人是不这么认为的 在我看来 如果这个Sales很有品味 能给我推荐一些 非常不错的东西 以及非常尊重我的喜好 把我的喜好放在心里的人 这样的人是 是一个天使的Sales 我现在的Sales 以我的这种定义来说 那他就是天使Sales 当然了 我第一次进店 碰到他就纯属碰用戏 那我是怎么跟他磨合 和认识了解他的风格的呢 首先投两次去的时候 我并没有花大钱 买一些大的配货 因为毕竟你投入 那么多成本以后 你就会有心理负担嘛 所以我刚开始 就买了一些小的推理 一些小的饰品 投两次去都是这样 那在这两次交谈当中呢 他给我推荐的东西 都是挺好的 并不是会强行 push你去买一些东西 或者买一些贵价的东西 而是会真的认真 聆听你的需求 你的喜好 在给你推荐 那最终让我认定这个Sales呢 就是在他给我推荐 这条丝巾以后 我那次去店里 是大概9月份 9月底10月初 快要入冬了 我想买一条围巾 我看了一些 其他的洋红围巾 都不是特别合适 他就给我推荐 这种围巾 其实这种围巾 我之前一直没有研究过 也没有对他特别有兴趣 但是他给我推荐这个以后呢 给我介绍这些的用法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特别实用的东西 而且他给我推荐的这个花色 我不得不说 他真的非常有品味 以我自己的眼光来说 我如果自己去店里 在一种的丝巾当中挑 我肯定不会挑这种素色 这种黑灰色的颜色 它不是我平时喜欢的风格 但是我拿回来 经他推荐拿回来以后呢 我是越用越香 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用 所以不得不感慨 他的品味真的非常的好 那包括这次他给我选的这个包呢 我也是第一眼在店里看 并没有很激动 因为他并不是我很心仪的尺寸和颜色 但是我这两天拿回家以后呢 是越看越香 越看越喜欢 所以就是再一次让我证明了 我的Sales的品味 真的是我觉得比我好 至少他挑的东西是非常耐看 非常值得你去细细回味的 那说来说去 你肯定也不是完全图Sales的建议 或者是指导什么的 你肯定还是希望 他能够给你申请到好的包 所以这个就要看 你跟他相处的模式了 我跟我的Sales目前达到的状态呢 我觉得是客户以上 朋友未满的这个状态 我觉得这种状态是最好最舒服的 其实我跟他相处到后来也很熟了 也会聊一些八卦呀 聊一些自己家里的事情啊 他的男朋友啊 我的老公孩子呀什么的 就是聊得挺投缘的 所以像去年圣诞节的时候 我在给我家小孩 学校老师包礼物的时候 也给他包了一份 那正好那段时间 我去了一趟店里 我就顺便送给他 其实是一个很小的礼物 但是真的就代表 我对他的感谢 因为他帮我挑了一些 真的很好的东西 也费了一些劲 帮我调货了一些 非常难买的一些配货 至于说到Push 他买包这件事呢 当然我觉得Push是要Push的 但是你要把握好一个度 一方面来说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如果你一直不跟Sales提醒他 你想要这个包 我还没有拿到 他可能就忘了 因为他们也很忙 手上也有很多客户 但是另一方面呢 我觉得你也不要把他逼得太紧 因为毕竟你如果逼得太紧 人都是有一点 虽然大家都是职场人 但是多多少少 都还是有一些 个人的小情绪的 所以如果他不开心啊 或者你把他逼得太急了 他可能也还是会 心里有一些芥蒂吧 以上就是在我拿到 这个Burkin25之后 所能回想起来 梳理起来 我之前这几个月的 配货经历的一些 小的分享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感谢观看